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们在学校本来就打流感疫苗已经行之有年了 所以本来就一个系统 包括哪个学校跟哪个医院是配合的 所以这个配对关系都在 所以只要学校跟医院讲好他们要怎么什么都来打 就解决掉 所以本来我们就有很好的那个系统 我们先看第一张 这张是说 台北市我们儿童 5到11岁的疫苗 全面规划 进度接种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到最新的统计 等会再给大家看更详细的 我们预计到6月3号以前 那全入接种完毕之后 台北市的覆盖率可以达到52.67% OK 那比较详细的 比较详细的这个资料是这样子 大家可以看出来 从5月5号开始打莫德纳 开始打莫德纳 然后打了两三个礼拜之后 5月26开始打BNT 因此莫德纳的接种 那个抽单率就很高 因为大家在期待BNT 于是我们21号开始打BNT 从26到6月3号 我们这样子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你会发现一些比例快速拉高 那到目前 到目前 今天是6月1号 今天6月1号 当然今天还在接种 包括这也在接种 昨天是5月31 到5月31 我们的BNT 莫德纳合计 已经占所有 这些学生 学统 5到11岁学统的 39.66 将近四成 那今天再一天 明天再一天 后天 6月3号开始放假 就只有一个学校打了 所以基本上到明天6月2号 大致上都完成了 那可以打到52.38 那到最后一天就52.67 52.67 那你会发现说 红色的 是莫德纳 莫德纳 莫德纳 数字都 维持成长不多了 从 5月25都已经打完 12000多了 易估到 6月3号 也不过是14000多 所以莫德纳是在这一波里面 大概就是因为受到BNT的影响 它的成长速度很慢 可是BNT 从第一天打1591 一路你看到那个灰色的数字 不断的提升 因此这两天 我们看到中央公布的那个比例 当然它是用户籍去做国益的 那有些户籍那个资料 的确只有中央有 但是跟实际上差距很小了 那所以我们有信心 我们可以这样讲 到6月3号为止 台北市5到11岁 所有想接种的 都可以接种完毕 博家实验国小校长洪慧轩表示 学校还是孩子最熟悉的环境 学校事前也跟家长进行完善的说明 今天目前BNT施打有150位孩子 从那个一开始我们知道 可以进行疫苗接种之后 其实家长们就陆续来反映说 希望可以在学校施打 不管是莫德纳还是BNT 因为毕竟学校是孩子们 比较熟悉的环境 尤其是BNT有幼儿园的孩子 要进行施打 那其实在熟悉的环境 他们也会比较安心 所以我们这一次也就事前有跟家长做 蛮完善的说明 那希望他们前置作业 因为其实在学校施打有个好处 就是我们可以透过导师 或者是我们行政端来跟家长进行联系 那他们的一些状况 也比较能够及时获得支援 那也包括下一周 我们要恢复实体课程 那其实孩子们 我们目前BNT大概有 今天有150位的孩子施打 扣除了临时确诊 或者是有临时状况的孩子 那莫德纳的抽单率也比较 也还好就是五位孩子抽单 因为我们学校莫德纳施打的时间 离BNT比较近 所以有五位孩子施打 那大概五位孩子抽单 那大概其实今天这样施打完之后 我听到的是这样都会觉得比较安心 台北市中小学及幼儿园6号 恢复实体课程 搭配五大配套措施 包括国三高山将陆续举办毕业典礼 所以持续远距至毕业典礼前一日 若需要远距教学 要经过课发会讨论 若有实体考试就回到学校 家长若有需要孩子 请防疫假疫苗假不列入除缺情 毕业典礼原则上不开放外宾参加 中学社团成果发展会可以照常举办 但要打满三剂疫苗或提供三天快晒证明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再带你来看 台北市尹氏英实验教育机构 是全台唯一一所针对高中阶段 教授尹氏英制作的专业教学机构 至今已经迈入第五年 由北市文化基金会负责办理学务 今年起北邑北流也将参与联合办学 让学生在一流设备师资环境下 习得尹氏英专业技能 台北市尹氏英实验教育机构 简称TMS T中高中阶段的学生 透过多元始作 事性发展的方式 培养尹氏英专业技能 六年来孕育80多名毕业生 陆续投入相关领域 并持续进修发展 这次和台北表演艺术中心 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联合办学 将机构成为台湾最独特的 影视音培育摇篮 北流北一他们有很好的专业设备 比如说北一可以提供我们 灯光各种表演训练 然后北流可以提供我们那种 音乐方面的音响方面 就是他可以提供我们 蛮多技术方面的资源跟课程 还有也可以提供蛮多的实习机会 所以后来就决定说 让这两个 几乎是顶尖刚成立的两个机构 加入我们一起办学 大概是这样 那办学的主体还是我们文化基金会的 这个台北市医生 实验机构在办 那至于课程我们去已经开始一年了 包括我个人开的那个编剧课 在线上开的编剧课 有25个学生里面 有16个是北一的 来自北一的那个一岁节的学生 他们大概都二三十岁 还有九个是我们自己学的 差不多十七八岁 那在线上一起上课这样子 这个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具体的 已经开始上课 所以我们认识的时间是在小学 差不多三十年级的时候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各自吸取了不同的养分 好像都在不同的领域发生事情 可是我们一直都有交集 包括在十几年前 我也是因为接受她女儿跟儿子的访问 当她女儿跟我讲说 我爸爸是你的小时候朋友 我吓一跳 我说你不是外国人的脸 就一把我是我的同学 然后后来我就跟陈迪光 又不然接触到 所以这几年当中 不管是音乐圈的朋友 想要咨询很多的 有关实验学校的问题 其实我都会跟庭联络 所以好像在做不同领域的事情 但却又坚持同一件事情 所以今天很开心的这个机会 站在这里 我也要谢谢歌市长 就是歌市长一直给我们很多的耐心跟包容 尤其我们在2020年4月份 开始营运到今天 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是 表演厅跟现代的文化馆 这个是属于精英场地的部分 即将接下来要展现在各位面前的产业区 其实就包括了 我们很希望有的育成中心 然后还有结合了产乐链当中 希望能够在这里 变成一条生产线 然后当然还有大家期待的 包括有音乐餐厅 以及很多跟音乐有些相关文化 都会在这里 展现在各位面前 当然在教育的时候 我们会从鼓及艺能 一直到专业培训 也会结合各个相关科系 希望也能为 民情音乐产业尽一段心意 我相信 有时候人生走的路 跟我们的期许可能不一样 但是跟我们的愿力 会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是周小远 周市长和大家自己讲 大家心中有一个愿 而那个愿 不管这条路 怎么往前走 有多少的长科 多少的困难 但是得愿力在结果 真的是不一样 那其实今天来看到 这些同学的时候 就像刚刚乔安 对 又突然觉得这是真的 没有这件事情 生命是真的 没有前面的道路 孩子没有经历 那当然 就回到本义这个时候 在面对这个 要联合办学的计划的时候 然后我真的 那时候 我们上班的班 我说 可不可以有 孩子们到这边来学习 当实习课程呢 他们就说 不行 他们太小了 很多的课程 其实有点危险 包括这些灯光的器材 这么多专业的事情 然后那时候 我们就说 可是我们一定要切留这点 就在这个时候 我们跟我们的同事们 在商量的时候 我们本一集 有个很棒的人 叫做王孟超 就是说 就在这一集很严重 我们有个 什么灰熙船计划 这个灰熙船计划 里面呢 有个课程叫做 无下线学院 无下线的意思呢 就是一定要在什么 线上 那有的时候就这样 真正的伟机 转机 是来自于伟机的 就是因为有这个疫情 本一也遇到了这个困难 我们没有办法再这样 大家来上 来这边看表演了 我们就转成了 通过都是线上的 不管是 艺术节 艺术节 儿艺节 不会转成线上 现场也邀请毕业校友 分享上课心得 今天是在我高中这个阶段 我接触到实验教育 是我人生中非常大的一个转折 因为在这里的过去 我都是在体制内教育学习 然后体制内教育 让我习惯了很多事情 都按照别人的安排去做 然后很多事情都是要去符合别人 对我的期待 但是来到这里以后才发现 原来成绩一定不是唯一可以肯定 两个青少女的价值的标准 来到这里以后 我发现 其实找到一件自己热爱的事情 然后在这里曾经全力的投入去做 才是我认为最可贵的事 然后在这个 在这个片子学习的时候 我和所有的青少女一样 我都只是会经历碰撞 经历挫折的 但是在这里我不会去害怕她的事 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个对我来说 最安全的环境 我可以不用害怕去念对作者 然后来到这里的原因 是因为我的爸妈 我的爸妈也是在影视产业内工作的 然后他们观察到我是一个 需要在实作中学习的孩子 所以他们鼓励我来这里尝试看看 我觉得家长在念TMS 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存在 因为他们的支持 然后他们对我的信任 我才可以在这里就是 无忧无力的去摸索 然后去体验每件事情 加上在念的学习 这里的环境其实是 只要你主动争取机会 你就可以获得很多 看业界接轨的实习经验感 TMS在北流北易住 一臂之力之下 渴望开创实验教育精彩未来 第七届新生也正热烈招生中 欢迎对影视音领域充满热忱 与好奇期待多元自主学习生活的 国中毕业生加入行列 记者温郡台北报道 OK 谢谢 再带你来看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担任松山国小的交通导户志工 以及迈入第27年 这27年来风雨无阻 用心守护家长与学童的上下学安全 他说当志工感受到福报满满 心情相当快乐 穿上爱心导户工作背心 拿着指挥杆走到马路中间指挥交通 协助松山国小的家长和小朋友安全过马路 这是南港区玉城里里长黄聪志 27年来的日常 里长说84年开始就加入松山国小的 交通导户工作 并进一步成立交通导户志工队的组织 当时一天指挥三班 要站在马路中间挡车 要经过一交大队的受训 民国84年了 84年开始进到松山国小 因为我的大女儿在学校念书 然后进到家长会里面去服务 那时候有交通导户 不过那时候还没有一个很正式的组织 就是人也不是很多 我刚进去就有参加交通导户之后 那个是所谓的导户是站在校门口 校门口站在马路中间去指挥交通 我们的工作是这样 不是说拿着横杆或是指挥的旗 让指挥小朋友过马路 并不是 站在马路当中 擋车 红灯的擋车 然后指挥 指挥我们的交通 其他导户的队员 团队 把交通杆放下来 让小朋友安安全的过马路 我这个也是要训练过 所以我们是有 后来有去 一交大队去受训过 受训过 才可以站在马路当中 来指挥交通 这个 民国八十四年开始 不过在民国八十六年 八十六年 我在孙山口小 去接任家长会长 那一年开始 就正式 有个交通导户志工队的组织 还有一个校内的 我们叫爱心服务队的组织 那交通导户队的组织 必须要指挥交通 那在学校周边 所有的路口 我们必须要布建 布建我们的志工 完全是志工 在各路口去指挥交通 那在校门口 松山国小的校门口 是要布建最多的 所以在那个地方 每天的小学生 有的十二点下课 一二三年级十二点下课 有的是四点下课 有的早上上课 大概七点钟上课以前 所以之前 以前的交通导户 都要站三班 早上站一班 七点钟站一班 然后中午要赶回来 要指挥小朋友 中午放学的小朋友 低年级的小朋友 要指挥交通 然后四点钟 全体的中高年级放学 要回来指挥交通 所以我记得明国八十六年 当任家长会长 每天的任务 我是每天 每天要回来指挥三班 那时候觉得说 交通导户队 队员不是很多 就想以身作折 自己先来 当任交通导户队员 然后可以让我们的家长 来接送小朋友的人 他们也会跟着加入我们这个团队 那果然是有受到一些效果 我曾经在指挥交通的时候 还被邻居打开二楼的邻居 校门口的邻居打开窗户 破口大骂 你的哨子都吹得比别人大声 他还在睡觉 因为我们都七点多 就指挥交通了 把窗户打开破口大骂 你的哨子都吹得比别人大声 就大骂 因为他还在睡觉 有这种事情 那用车人 机车 他们赶着上班 有时候会冲 会冲过那个 我们的交通的导户感 会冲 那我们就要很小心 很小心 有时候难免会有一点 有一点点折冲 他们觉得赶时间 我们是为了小朋友的 为了小朋友的安全 刚开始是 我们也是理直气壮 后来想想 应该算了 人家赶时间嘛 里长说 当年穿梭于交通导户 和工作地之间 每天相当忙碌 但神奇的是 他内心却也感受到 各种福报来到 让他很感恩 我回想明国86年 我是做贸易的 那一年我生意最好 最好 但是我同时每天 都要指挥三班的交通 所以要跑工厂的时候 都必须要指挥完交通 才到工厂去 跟工厂老板去 去讨论一些出货的事情 那工厂老板就 有一次就很不太高兴 我每次里来 都是四五点才到 后来跟他讲 我必须要指挥完四点 小朋友放学的时候 才可以过来工厂 这边跟你讨论 我在云南是如此 后来这个老板很好笑 他说 每次打电话到工资 要找我 然后我就说 黄先生就在学校 当志工 后来老板竟然说 叫你黄先生把办公桌 搬到学校去好了 从来没有找到人过 但是我这种很微妙的 现在分享 那一年每天交通打雾 只挥三班 都不缺席的 然后还有学校要讲故事 每天 每天在学校讲故事 讲给小朋友听 陪小朋友打球 每天在学校活动 结果我那年生意是最好的 那年是生意最好的 这很微妙 还有在 本来我是只有 两个小朋友 本来还想 因为我是独生 想生第三个 可是一直都没办法 有这个机会 我太太在怀孕 结果在担任家长会长 那一年 可能老天看我 这么喜欢小朋友 后来我太太接连 又生了两个弟弟 所以我现在有四个小朋友 所以这个是 我觉得这人生的 很微妙的一个 抱偿跟一个回报 所以说当志工 真的是很美妙的一桩事情 因为民国86年自己创办 交通打雾志工队 有一种 那种归属感是不言可遇 因为自己创办的团队 包括我们的后来 一些爱心的服务的也都一样 现在都还 那个年代的志工 都还有联络 所以一直觉得 这个应该自己继续来服务 所以虽然孩子都毕业了 现在也在社会上 担任里长工作 觉得收担国外也是我们的社区 还在回到社区 继续来服务 有一种不离不弃 继续还在这个团队里面 自我 自我期许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现在每个礼拜 还会再回到学校 校门口 在指挥 指挥我们的小朋友 安全上下学 这个 到现在算起来 应该27年了吧 27年了 是27个年头了 虽然孩子 早已毕业长大成人 但里长每周三还是风雨无阻的到松山国小指挥交通担任交通导户 里长说当志工真的很快乐 他将持续服务下去 记者陈淑萍台北报导 当您在看电视时 发现电视有影像 但是却没有声音怎么办呢 首先 请先检查电视机 是否被设定在静音 或是音量被关至最低 若为静音状态 则取消静音模式 或是将音量再往上调高 再来 请检查电视机 与数位机上和音源线是否松脱 如果是使用HDMI线 请拔除再重新插上 如果是传统的AV线 也请先拔除后再重新插上 并确认白色及红色擦头是否松动 若您有另外安装其他外接式音箱 请先确认 该设备的电源是否打开 若您所收拾的频道只有主声道 未有副声道 有可能只是不小心切换道而已 请利用遥控器按语言 切换至主语即可 最后 请重开数位机上和及电视机电源 确认是否恢复 如果任何操作上的问题 请与客服中心联系 找到Jobbi 有追据 有视讯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台灣糖尿病人口 已經突破220萬 每10人就有1人罹患糖尿病 財團法人糖尿病關懷基金會 蔡世澤董事長指出 胰島素問世百年 是安全可靠的控糖好幫手 但英國人對胰島素有許多迷思 往往等到血糖大幅超標 才肯采用胰島素治療 他分享一位糖友 在醫師多次的建議後 終於使用胰島素治療 不但減少口服藥物 糖化血色素也降到7%以下 為什麼我們要勸病人來使用胰島素 其中我們早一點使用胰島素 至少有這幾個好處 第一個 他可以及時的及早的得到一個穩定控糖的機會 血糖控制的好 那當然未來的育後 就病人發生病發症的機會就來的少 第二個 我們有一些動物實驗或可以證明就是說 我們他血糖控制的好的時候 我們胰島細胞的刁亡速度 或是什麼程度就來的比較輕一點 也就是說 胰島細胞的耗損跟衰退 就來的慢了一點或少了一點 那這樣的話我們也可以保存的時候 胰島的細胞的這個戰力 或是他儲存的能力 以至於我們才提出這樣一個構想 讓胰島細胞得到一個休息 或是一個喘息的機會 也就是我們這個胰島 搶救胰島大作戰的用意所在 緊接著我想分享一個實際的一個案例 有一位71歲的陳太太 她是一個資深的糖友 我現在比較暱稱叫做糖寧 糖尿病的年齡 或是有人叫糖辣 就像我們的芥辣 生辣那個辣 那糖寧的話已經有了12年 也就是她在不到60歲的時候得了糖尿病 那這一位陳太太的話 她自己很喜歡烹飪 那這是非常好的一種嗜好 但是她有了糖尿病以後 當然就有一點節制 那不過過去的這幾年來 她都使用了三種以上的口服藥 但是她的糖化血水還是不能達標 經常會衝破8.5這個坎 她也很煩惱 所以跟醫護團隊商量以後 她自己也很自製 她就知道不能再吃某一些東西 或量要少一點 那後來一直要等到發現 被發現說她眼睛已經有了糖尿病 常見的視網膜病變以後 這時候她終於妥協了 只能說妥協 因為在8.5這一段出現的時間內 我們醫事人員就一再的勸她 甚至於小以大意說 你早一點的話 把血糖控制好一點 對你比較有利 她都聽不盡 等到她發現視網膜有病變的時候 她覺得可能是應該要改變的時候了 於是她就跟醫護團隊合作 那就開始使用胰島素注射 加上胰島素注射 那使用了胰島素以後的話 經過三個月 這時候的話糖化血涉水 顯著的降低 另外額外的一個好處 就是她口服降糖藥的種類的話 我們也可以減少 那這時候病人也開始 她有了信心 從時她對這個烹飪的這個熱耗 也可以朋友的話 就可以再聚在一起 這時候她有一點反悔 她說了一句話 早知如此 悔不當初了 那時候早一點的話 我們早點使用胰島素 也許過去這幾年就不會這麼難過了 所以陳太太的故事告訴我們 我們病人可能一方面是 對某些事情的堅持的話 我們是不是還有一些可以重新考慮的時間 或是甚至於時機 我們這時候我們做醫護的 或是我們的衛教的團隊 能不能針對著病人這樣的一個經驗的話 從中得到一些學習 我們如何來勸導病人 或是更加的 我們現在一直想說 我們治療的過程 很尊重所謂的醫病共傷決策 也就是說我們要跟病人 大家談好 胰島素使用的一些所謂的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諱言 胰島素會帶來一些某一方面的不便 但事實上應該是利多於弊的 那這些講清楚 說明白以後的話 我們的病人 大家使用胰島素 就不會再有所遲疑 糖尿病關懷基金會執行長 同時也是台大醫院的李鴻源醫師 也特別說明胰島素使用的時機 我跟大家回顧一下說 使用胰島素的三個建議的時機 那第一個就是說 當你的這個口服藥的使用 已經超過三種以上 但是你的血糖還是控制不好 那這邊大部分糖有的 糖化血色素的目標都是7 所以糖化血色素在7以上 那你已經使用三種以上藥物 就會建議考慮使用胰島素 那第二個就是說 如果你的血糖非常高 這通常是在出診斷的時候 比如說糖化血色素超過9 那這時候你也需要這個胰島素 趕快把血糖控制下來 那第三個就是說 如果說你的高血糖症狀非常明顯 那這包括說食量增加很多啊 常常口渴啊 然後一直要上廁所尿量增加 然後體重減輕等等 那如果有這些高血糖的明顯症狀 我們也會建議 及早來使用胰島素來控制 那血糖控制不好的時候 各式各樣的併發症就會升高 像過往的研究就發現說 這個糖化血色素每增加1% 這個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就會增加將近兩成 那進來這個COVID的這個疫情 我想也是大家會去關心的 那當然根據各種研究也顯示說 當這個血糖控制不好的時候 如果說真的感染到這個COVID 新冠肺炎的時候 它轉變成為這個重症的比例也會比較高 所以從這些數據都顯示說 我們要好好地把血糖控制住 那當這個醫師專業人員建議 該使用胰島素的時候 我們就應該勇敢地去使用 為了破除糖友對胰島素的治療迷思 糖尿病關懷基金會也將推出 胰島細胞喘息的衛教計畫 最後我們說明一下就是這個胰島喘息計畫 那在這個調查之後 我們就發現說目前這個糖友 對胰島素使用還是有各式各樣的迷思 所以這個基金會就推出 一系列的這個衛教的這個活動 包括第一個就是說 建議糖友們跟這個醫師討論一下 這個如果說你有前面提到的這些狀況 那你就可以跟醫師討論 看看是否需要開始使用胰島素 那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會跟各個地區的這個醫療院所合作 那舉辦一系列的這個胃校活動 還有一些胃校的小遊戲 那希望透過這些活動 讓我們的糖友更加了解胰島素的治療 那也不會對胰島素治療 有一些迷思或是害怕 那第三個就是說 我們關懷基金會 糖尿病關懷基金會的LINE群組 也歡迎大家能夠永遠加入 那我們在LINE群組裡面 定期都會推播一些跟糖尿病相關的一些 胃教的知識 那也都有專業的胃教師、營養師 能夠提供這些解答 那最後我再次呼籲我們的糖友 當這個臨床上 這個醫師、衛教師建議你要使用胰島素的時候 就建議大家不要猶豫 勇敢的接受這個胰島素治療 那能夠讓你的血糖控制的更好 讓你生活的更容易 然後讓你的這個人生變成是彩色的 記者陳淑萍台北報導 老年化社會的台灣 許多長者因為親人在遠方或工作忙碌 無法陪伴而感到孤獨無助 看見這樣的需求 在董事長李冠軍發起下 一群律師、醫師、會計師等專業人士 共同成立了賽清關懷基金會 透過客製化與專業的服務 提供長者貼心的陪伴與關懷 我自己已經70歲了 那我覺得這個我的小孩不在身邊嘛 那我覺得這個有沒有一個單位 或者一個機構能夠來 讓我們可以依靠 可以來依賴 可以來關懷我們 那他不是醫院 他也不是一個老人院 也不是一個安養院 但是他可以讓我們可以依賴 可以信賴他 然後他也可以與時俱進的 提供一些節目、課程 讓我們能夠參加 我們可以交流 就跟我們童年的人 所以我跟我仇辦基金會的 投資一些專業人士 有很多都是我的同樣的年紀 有律師、會計師、醫生 所以我們也就是這個理念 覺得為了要立己立人 或者反過來立人立己 所以我們就成立了這麼一個基金會 那我講了笑話 我是說大概五到十年之後 這個我大概就是基金會要慣懷的對象 第一個我們提供的服務 第一個不是居家服務 我不是居家幫你去掃地、打掃 這些在外面都有這些資源 但是社會上有這些資源 我不覺得老人在家裡知道 那我們規劃師其實就會掌握這些資源 就會幫長者去申請 以他的名義去申請 他可能知道他可能不知道 他可能知道他也不願意去辦 所以我們等於他的一個像是一個 可依靠的一個專家一樣 那你知道老人的題目很多了 我可能講不完 所以我們這個規劃師基本上 就是大概心理層面 他的專業層面 我們可以提供一些 那你知道我們基金會有很多的專業人士 是我們的後盾 但是並不代表我們這個基金會 提供這個是免費的 我覺得我們服務的對象 他也了解 我們基金會其實沒有經費來源 所以我們提供的 如果是專業 我們自己能夠提供的 我們當然不會跟在長者收費 除了會員的繳費之外 他如果要用到外面的資源 我們也可以用我們的經驗 我們的關係 會幫他找到最能夠幫助他的 開幕查會上 基金會邀請台灣民歌之母 陶曉青 知名藝人 范怡文等人 分享熟齡生活 維持身心靈健康的秘方 遠東集團董事長徐旭東也到場祝賀 表示對長者而言 除了身體照顧 心靈上的關懷也一樣重要 首先恭喜李冠軍和他的夥伴們 有這個精神來創造這個基金會 開始的時候我也搞不懂他在想做什麼 那麼我們基本上是對老年人也花了一大功夫 但是都是在這個身體健康 physical 的部分 那麼這個部分呢講穿了 是人海戰 就是你有多少人出來照顧多少人 忽然有個人說 這個人不是單單就是身體 他有mental 那麼mental 的部分呢 也應該有點照顧 所以他成立這個基金 是以這個角度 所以我也帶著很高興的情情 來看他的這個發展 基金會董事長李冠軍表示 未來基金會除了服務大台北地區 也希望擴大服務更多需要的長者 因為我是台北市的基金會 所以我以台北市的居民為服務目標 那這個我們的會員 我們要招募會員 會員可能是長者本身 但是呢 但是呢台北市台北縣 只要我們能夠關懷 我們的那個規劃是能夠走得到的地方 我們大概都會去嘛 所以有一點地緣上 比如說你太遠了 我們基金會暫時也不能去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大概在 今年能夠達到差不多 20位左右的一個會員 所以是極少數的一個會員的名額 在明後年再擴充到50個 三年擴充到100個 這個大概就是我覺得我們基金會 首先能夠做到的 往後是不是我們做得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再把分支做到其他的縣市 我覺得是有機會的 如同基金會的名稱一樣 賽清關懷基金會希望帶給服務對象 如家人般的溫馨陪伴 讓夕陽也可以如續日般 充滿光輝與希望 記者林錫慧台北報導 大人都很奇怪 明明是他突然發脾氣打翻東西 還要我不要生氣 那個他是誰呢 以小朋友的視角 透過可愛生動的親子對話 引導小朋友們認識失智症的樣態 形成同理心 國民健康署研發數位動畫繪本 來自一望星球的爺爺 從對失智症的陌生 到同理再到對話 化身為失智友善小天使 邀請民眾 一起來認識及關注失智議題 今天我們用一個會員 能夠讓大家很清楚簡單的了解 什麼叫做失智症 好 那我們也希望這樣的概念 能夠讓民眾 對失智的認識以後 記得能夠營造一個友善失智完全的 一個生活的環境 我們必須要靠著 好 我們的夥伴們 也希望我們共同協助這個努力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達到到這些 一個目標 我們希望他們都會能夠讓國民 百分之七都能夠認識失智感 都能夠了解失智感 那失智感當作是老人 都一定會的 我想這個不對的概念 不是老人就一定會失智 失智到人生就是一個疾病 就像我們感冒症病 現在的COVID可能會遭到一個COVID疾病 那就常常是一種疾病的認識 了解 所以夜早了解 能夠益化 甚至可以看到 實際上我們怎麼幫他 能夠讓社會外可以多讓他更好的支持 我想這個做我們很有意思 所以我非常謝謝大家 那今天就請大家來幫大家介紹我們這個會分 那也是我們出的第一個數位的會分 謝謝大家在一起來 讓大家在了解 謝謝大家在了解 對於是這個認識 這次擔任繪本大使的藝人林晨熙 本身也有一個小孩 在工作往返台北花蓮的途中 會準備一本本好聽的故事說給孩子聽 帶著充滿戲劇性的聲線搭配故事內容 希望透過自身影響力 藉由親自導讀說故事方式 闡述繪本內容對失智症疾病的多元視角 引領孩童仔細觀察 傾聽和感受這個健康議題 我想要分享的就是 其實在一開始看到這個故事的時候 我其實是滿心疼孩子的 因為我知道孩子他可能是沒有辦法理解說 在爺爺身上發生的事情 那所以他可能會感覺到自己被誤會了 或者是有一些委屈 那我也相信在確認這個疾病的過程 其實家庭品之間會有些麻煩 因為可能會覺得說 就只是忘記事情 沒有什麼太嚴重 那可能在這些高小的疏忽 那可能會有些人 累積越來越多的時候 就發現 哇原來我們錯過很多 那在故事裡面 通過了核對之後 他們說出了 就是有一位被一望星球綁架的人 那在這短短四分鐘 其實讓我想到 然後當時我的母親 她在就是生命的過程中 然後我在陪伴她 那時候其實我也在 思考著我要怎麼告訴我的孩子 就是她的外婆保證的事情 那我也有好多好多的情緒 就是一直在來不及整理 因為從我在歷史這個疾病 過程其實我就在整理自己 然後整理這些資訊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還是要回應我的家庭 回應我的孩子 我還是必須回合工作 在日常中的事情 必須去完成 最後我決定就是 用故事的方式 讓孩子知道說 我外婆的 他們肚子裡有怪獸 那這個怪獸呢 他現在 在就是 外婆在那裡對戰 那我覺得能做什麼 也會告訴他 你說 我們可以 在外婆人需要的時空中 幫助 或者是 我們要去 辦 那其實故事裡 也讓我想起了這段話的事 這個過程其實 除了生病的以後 很多時候被照顧 有什麼需要被控制 因為我們都有同樣的 我們雖然沒有生病 但是我們同樣會感受到 苦力沮喪 我們也希望自己 可以被接納 有時候我們不照顧得那麼好 我們甚至可能在得知 自己的家人 在病情惡化的時候 會有情緒失控的時候 所以其實不管是 就是來自一望星球的夜裡 還是地球的海裡 我們都很需要 很需要彼此 那我很喜歡故事裡面 有一段話 他去告訴我們說 就像你小寶寶的時候一樣 那爺爺現在也是 像當時的你 需要被照顧 所以其實這一點點呢 就是小小的幽默 其實可以對於面對疾病的 很大的影響 淺顯易懂的圖畫及對話 讓大人小孩 從閱讀中認識疾病 關心家人健康 繪本同時也能方便 圖書館、學校、說故事團體 親子家庭等 運用及推廣 那我非常敬佩 書裡頭 以繪本的方式 數位動畫繪本的方式 就是來出版這本 非常精彩的動畫繪本 為什麼呢? 因為以全國的圖書館來講 大概有將近1000個圖書館 那在圖書館裡頭呢 幾乎每個圖書館都有 我們獨入的館長 也有收入式的活動 但是真的非常缺乏這一類的味噌 我想 從書裡頭 不僅是帶給我們快樂 也希望帶給我們知識 尤其是能夠對於健康 對於疾病 多一點的認識跟了解 所以這場佩服 國經署能夠出版繪本 尤其是用數位動畫的方式 因為在疫情期間 的確有非常多人 因為被居家隔離 或需要居家照顧 沒有辦法前往圖書館 或者是因為個人安全的問題 而不願意使用紙本 這時候呢 數位繪本 數位動畫繪本呢 就是一個很好的載體 對這個獅子的了解 我要給各位說一段小小的故事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 對於這種生病人的 這個了解 要從態度開始 從你的觀念開始 我要講的是 Mother Teresa 就是病毒的那位 被豐盛的修女 他因為後來成名以後 就寒暑假 就有很多全世界各地的熱心熱血的青年 要來參與志工 然後每年到也要接待他們 到了他的垂死之家 他們照顧印度最低層的人 到希望給他們臨終的時候 找回他是人的感覺 各位如果去過印度就知道 我在印度旅行過 整個月 那裡一天可以餓死幾千人 甚至上萬人 有些人 或是有些很多的人 一輩子沒有住過房子 一輩子只有一件衣服 所以Mother Teresa 她在印度的工作 一輩子的保持兩套衣服 就是那種 藍色的畫質 因為印度很熱 一套血的亮開 一套牌的身上 所以這些年輕的朋友來的時候 大部分從紐約巴黎來 都是能夠附在這裡 所以家庭都不錯 那第一件事就告訴他們 把你們身上把你的名牌 包括什麼東西收起來 除了在倉庫或者寄文章 你現在請就跟我一樣 只有兩套一套 你要做的工作 帶他們去看 走一遍 首先要了解病毒 他從街上造回來這些垂石的 基本上都是很多天很多月 或者是整個被你們洗過澡 那個味道各位可以想一下 你們第一件事情 要先幫他們洗澡 當他們洗完澡以後 給他們泡乾的 到乾淨的窗上 最重要的是 你不是為你自己去照顧他 你是為上帝照顧他 其實面對世之真 這個 是 怎麼說 其實 我不想世之真 應該他也是一個人 他只是有這樣的現象 那一年基金會從40年前 我們今年剛好是一年40周年 我們第一個服務的對象 是修心障礙的朋友 可是我們看見的不是他的身心障礙 而是他是一個人 怎要恢復他人的真言 那很簡單的就是我們不是要 給他魚吃而是叫他釣魚 那我想說面對世之真 其實我們也是用同樣的心態 其實在一年基金會目前 就是有200多個據點 那每天會 我們是以家庭為服務中心 大概有 每天會服務一萬兩千多個家庭 那那個家庭裡面 所以我們的服務有從像波音 被幼兒園親子館 家裡的小朋友 到我們身上的成人就業服務 到長輩的 從我們的有私資據點 從據點到老人日照 然後到居家服務 然後到我們也有辦理一些 類似私資證的互助家庭 那整個服務的宗旨 其實就是不管任何的服務對象 我們覺得它都是人類在不同 處境的一個多元性一樣 就像我們有不同的種子 可是重要的就是身而為人 有一定的經驗 那我們怎樣在它不同的處境的狀態 上恢復它的經驗 所以今天看到這種會本 其實心裡非常非常的開心 因為真的是在服務的過程中 最需要的就是有一個什麼樣的工具 有一個教材 可以讓我們在整個服務的過程當中 去藉由這樣的教訓教材 我們來做集思會本 它真的是老少皆宜 而且是深入淺出 那我非常認同一切的作為 都要有態度的改變 因為態度改變 觀念才會改變 讓我們做出來的事情 才是恢復人尊嚴的 不是施捨也不是憐憶 因為我們就是它就是跟我們一樣的 那真的是 伊甸基金會真的是很謝謝 社會這40年來給我們那麼多的支持 那我覺得基金會對於社會 有一定的社會責任 所以我們一定會透過我們實質上 大概五十幾個相關的 額少的距點 那其實聽了以後 我會覺得這件事情是不分年齡的 所以我想說我們在200多個距離 我們今天很努力的去開一次的東西 國建署透過不斷宣導 失智症的正確勢能與友善觀念 提升不同場域人員 及各年齡層民眾 對失智友善環境的認知 搭配近年研發多元化 線上衛教素材 期盼穿越失智的圍離 共同營造失智友善的台灣 公民的小天使 記者溫君台北報導 接下來是公民記者的報導 透過鏡頭來了解 台北大湖公園的特色與風景 一塊來看看 大湖公園湖泊 因白露成群 又名白露湖 大湖湖泊面積約10公頃 屬區域性公園 公園內有各式植物 落雨松、杜鵑花等 會按時序開花 為園區抹上不同色彩 湖邊時常會看到白露汁、鴨子等 甚至有季節性鳥類、倉鹿、大白露等 豐富的生態 吸引許多遊客來到公園享受大自然 原區內有古色古香的設施 像是錦帶橋 錦帶橋 曾被票選為全球美之橋之一 其供橋造型與湖面倒影吸引眾多攝影師前來拍攝 最佳休息景點 黃文毅內湖區報導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吉隆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 吉隆市率先脫離疫情高峰 持續穩健收斂下降 6月5號 藍疫輪數是729例 是5月2號以來 首次跌破1000例以下 吉隆市長林佑昌在6月5號記者會中宣布 吉隆市確診數是4月30號以來的新低 從5月2號以來首次跌破1000例以下 6月5號是729例 全國確診數第五低 本島第二低 吉隆市走過高峰之後 持續讓疫情穩定收斂 今天是我們吉隆市確診案例 首次跌破千例 那是全國確診數第五低 那是本島第二低 今天我們吉隆確診數是729例 比昨天減少295例 那這是從4月30日以來的一個新低 那我想我們吉隆的疫情因為走在全國之先 所以我們從5月18號以來 我們經過了18天 那我們現在的一個確診數 僅僅只有高峰的時期 2530例的28.8% 所以我想吉隆市走過這個高峰之後 我們持續的讓疫情能夠穩定 持續的一個收斂 那我想這樣子的一個趨勢 未來其實也會發生在中部跟南部 我想整個這個疫情 基本上它有一個清楚的一個走勢 那所以我想我們首次這個跌破千例之後呢 接下來就是怎麼樣繼續維持這樣的一個趨勢 讓它逐漸的這個和緩 然後最後呢達到整個這個疫情能夠結束 這樣子的一個目標 雖然基隆疫情穩定收斂 不過林又昌也強調 從6月10號到6月19號之間 舉辦的城市博覽會 因應民眾和遊客來參觀 市政府一定會做好防疫作為 讓民眾安全參展成博會 由於我們的一個確診數 大概是我們全市人口的已經超過16% 那我們的疫苗的一個施打率 也是在全國打得很好 我們第三劑也超過了66% 所以整個社會的全體免疫率 大概有達到83% 所以這代表我們社會有一定的一個全體 這個免疫的一個能力 不過相關的一個防疫的作為 還是必須要做好 也就是我們要求在城博會期間 所有人都必須要戴好口罩 那依照中央的防疫指揮中心的規定 另外我們在所有市內的展館的一個入口 全部都會佈設這個噴霧機 也就是防菌的這個噴霧機 來確保這個進入我們的場所 是這個平安的 是這個安全的 所以我們會做好一切防疫的人 一個準備工作 那也希望大家依照著我們的來指引 安全的來進行參展 記者吳俊松 基隆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央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央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M青松電台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君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